在游乐园安全玩耍 这么好的天气 我去要照看妹妹 真是可怜哪 带着露西好好玩 我就把游戏机还给你 超级飞龙 怎么样 很酷吧 超级飞龙 露西 你这样滑滑体很危险 没错 只有游乐园达人才可以这么滑 游乐园达人 那是什么 游乐园达人就是拥有爱心和勇气 还拥有智慧和耐心 并掌握了游乐园所有设施玩法的能人 就像我们一样 我一样 我也要当大人 那好 你要保证乖乖听话 才会对你进行特别训练哦 是 我保证听话队长 好厉害啊 了不起吧 这可不是谁不能玩得了的 露迪 露迪 你要干嘛 要从高处跳到泵泵床上 那才好玩呢 小我的 楚霸 露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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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那样真的是太危险了 我知道错了 我只是觉得那样会更好玩 孩子们 玩儿笨笨床 千万不可以从高处往下跳 那样很危险 明白吗 明白了 以后一定会注意到 大家抓紧了 我们这可是在挑战自我 是 飞长 瞧你哥哥 飞长 我是第一名 谁说的 我才是第一呢 来吃我一招吧 比错 我才是第一名哦 我爬上来了 队长 露西 恭喜你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培训 没错 真的是太棒了 从现在起 你也是游乐园达人了 恭喜你 露西 太好了 我也是游乐园达人了 作为纪念 教给你们一个我发明的超级游戏 那就是 鞦韆合体 走了 太棒了 闹得好高啊 是吗 是吗 插尔斯哥哥来了 插尔斯哥哥 伙伴们 插尔斯哥哥 插尔斯哥哥 危险 别痛 如雪 孩子们 千万不能这么玩游乐设施 太危险了 是啊 刚才差一点就出大事了 对不起了 我们没想到会这么危险 我来告诉大家 在游乐园如何安全玩耍 认真听好啊 用危险的姿势滑滑梯 或者从鞦韆上跳下来 还有在高处玩闹 都是不可以的 要双手握紧扶手 注意安全第一 不遵守秩序 争抢着去玩耍 或者自己霸占设施 玩太久也不可以哦 在游乐园 跟小伙伴要遵守秩序 友好的玩耍 只有安全的玩耍 才能够玩得更开心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嗯 我们记住了 露西 小妮 我们一起安全地玩耍吧 好啊 遵守秩序 开心地玩耍 露西 这是你一直想看的童话书 哇 我想看的童话书 现在就去看 露西 说好了跟我们一起玩的 我先不跟你们玩了 我要跟叉尔斯哥哥一起看童话书 露西 你就跟我们一起玩嘛 一起玩啦 露西 闹鬼风波 这里不会闹鬼吧 我的天啊 救命啊 什么 你看见幽灵了 是真的 嘴里吐着火 两眼还冒着金光呢 还会发光 然后怎么了 那个幽灵 一边走一边向我说 把你的轮胎交出来 太可怕了 好可怕 太可怕了 好害怕 你说真的有鬼吗 怎么可能有嘛 可是万一真的有的话该怎么办 我一这么想就好害怕 因为你是胆小鬼 所以才会害怕 什么 说我胆小鬼 马上收回这句话 那你倒是证明 你不是胆小鬼啊 怎么证明 怎么证明 去幽灵森林探险吧 幽灵森林 对吧 敏尼 我当成 把你呢 哦 我也同意 那 今晚香蕉接见 不见不散哦 来 拉钩 拉 拉钩 拉钩 哇 大家都打破了原来的记录 真了不起 我来了 快闪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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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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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莉 你没事吧 哎呀 没事 告诉你们一个特大消息 什么消息 昨天晚上 开铺在树林里 你想说他看见鬼的事情吧 你怎么知道的 去年不是也听过这个鬼故事吗 没错 每年到这个时候 大家都会说起这类鬼故事 大家还去树林搜查了呢 你忘了吗 可这次好像是真的 得了 开普哪次说的不跟真事似的 哈哈哈哈 我还以为你们听了会觉得有趣呢 海力 你知道什么才叫真的有趣吗 什么呀 你的螺旋桨又坏掉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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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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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了 好 那我们出发吧 这 这 真的要去吗 当然要去了 你还是害怕 对不对啊 我 我才不怕呢 好啊 那你在前面走 证明一下 你不是胆小鬼啊 鹿迪 不要这样为难人家 没事 米妮 我在前面走就是了 但是 你们可千万不要离我太远啊 知道了 小娟 跟我去幽灵森林吧 这次好像真的有鬼 你先转动一下螺旋桨 好了 我的修理果然完美 一起去嘛 你要是这么想的话 自己去好了 哦 遇见幽灵的话 替我吻声好哦 小娟 我是布鲁姆斯最勇敢的战士 啊 鹿迪 你刚才看见那个了吗 那个不就是风筝之类的东西吗 鹿迪 鹿迪 我们还是回去吧 反正也没有鬼 那都没劲啊 那我自己去好了 胆小鬼们就留在这里吧 什 什么 他一个人去 没问题吗 我才不管呢 他太不知了 随他去吧 啊 救命啊 好像是鹿迪 鹿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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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迪哪里去了 哪里去了 我在这儿 你怎么钻到这儿了 你还笑得出来 我 我见到鬼了 鬼 在哪里 哪里来的鬼呀 什么也没有嘛 我明明看到了一个胜巴巴的怪物 所以你就藏在里面被卡住了呀 哈哈哈哈 好好笑 你们倒是先把我弄出去啊 我出不去了 知道了 我和本尼去交救援队 你就在这儿等着吧 走吧 本尼 啊 别走 我 我一个人 会害怕的 那你想怎么样 我 我去叫吧 一个人去 把陆迪 留在这里 万一鬼再跑出来 可怎么办 你一个人去 就不害怕吗 嗯 不用担心 我去去就回 嗯 别害怕吧 你 想想处在危险中的朋友们 啊 这里是哪里啊 我该不会迷路了吧 嗯 这个怎么办呀 哦 海力哥哥 哥哥 我在这里 嗯 这里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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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尼 海力哥哥 怎么回事 嗯 不好了 露迪和米尼 露迪和米尼 本尼怎么还没有回来 他该不会是丢下我们自己逃跑了吧 怎么可能 啊 啊 我来啦 嗯 海力哥哥 本尼 没事吧你们 天呐 露迪 快把我弄出去吧 别担心 我马上把你弄出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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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光靠我办不到啊 嗯 嗯 小绝 哇 我好不容易才沾上的 对不起小绝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海力呢 海力啊 可能去幽灵森林了吧 幽灵森林 对啊 啊 是海力 海力 你替我向幽灵问好了吗 先别管幽灵了 这边可是大事不好了 呃什么 我把画面传给你 吃三个淘气方 吃三个淘气方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他们来幽灵森林找鬼 结果 露迪卡在树洞里出不来了 我自己解决不了 需要你们的帮助 知道了海力 我们马上出发吧 海力 我们马上到达幽灵森林附近 请发信号弹告之位置 好多 在那边 我们加速前进 这能救出来吗 当然能 别担心 来了 哈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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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没事吧 嗨 有我在当然没事 除了陆迪之外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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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死 陆迪 我们马上就把你救出来 开始吧 罗伊 嗯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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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没事吧 陆迪 呃 没事儿 你放心好了 马上救你出来 哇 出来了 大家都没事就好 但是这么晚跑到树林里来实在是太危险了 没错 晚上所有的东西都看起来不一样 很容易迷路的 而且还有可能遇上危险的动物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小花本尼是胆小鬼 所以就才不胆小呢 今天本尼是最勇敢的 对不起 本尼 我以后再也不说你是胆小鬼了 没关系 鬼啊 又出来了 哪里 哪里 你把猫头鹰当成鬼了吧 原来是猫头鹰啊 好了 现在大家知道没有鬼了都能勇敢地回家了吧 不要 我要在前面走 因为我再也不是胆小鬼了 回来了 爱说谎的陆迪 您好 这里是救援队 姐姐 市政广场那边起了很大的火 什么 火灾 知道了 马上就派救援队过去 一大早就发生火灾呀 姐姐呼叫 姐姐呼叫 刚才接到陆迪的报警电话 什么 说市政广场起火了 请大家挺快赶往市政广场 是 小鬼 小绢 到底是哪里起火了呀 小绢是说发生了火灾呀 难道 难道是陆迪骗了我们吗 真好玩 什么 是假警情 嗯 我们赶到市政广场一看 什么事都没有 如果再有虚假报警的话 我们该怎么办呢 是啊 我们又没有办法知道 他们是不是在说谎 没错 我们又不能对报警置之不理 该怎么办才好呢 真是麻烦了 哎呀 从此以后 灰姑娘就是王子 那不是爷爷和米吗 你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呵呵呵 再讲一个吧 呵呵呵 这么喜欢故事啊 是啊 让我想想 给你讲个什么故事呢 呃 对了 在很久以前 爷爷爷 马斯基爷爷爷 马斯基爷爷 啊 啊 啊 哎呃 啊 啊 啊 哎呦 一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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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呦 Smith 哎呦 嗯呦 Pattملani え呦 哎呦 statewide 哎呦 哎呦 哦 哎呦呀 哎呦甚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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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呦 Что случае pi retain waryquet 嗯 这孩子看来是骗我们的吧 嗯 那莫非我也被他骗了吗 到底怎么回事啊 露迪跟我说 有人在这里钓到了一条特别少见的大鱼 可我只钓到了这个 嗯 这孩子 露迪 你这个大骗子 今天到处跑来跑去的 电池快没电了 我现在得去充充电咯 那不是胡伯叔叔吗 这次逗套玩好了 刚才就觉得奇怪 哎 轮子怎么不听使唤了 难道是坏了 胡伯叔叔 我力不需要来了 快帮忙我吧 哦 露迪 危险 哦 胡伯叔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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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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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 啊 啊 啊啊 啊啊啊 叔叔 你快躲开吧 那个水箱好像要掉下来了 你说什么 我 我走不了了 陆迪 快去报警 叫救援队来 报 报警 这个 陆迪 快去啊 好的 找到了 怎么办 电池电量又完了 有没有人在啊 快来人啊 救救我们吧 有人在吗 快来人啊 啊 爷爷 谁来救救我们 您听到什么了吗 是啊 我也听到了 我们去看看吧 米妮 马斯蒂爷爷 陆迪 原来是你啊 米妮 快帮帮我吧 虎伯叔叔他出事了 如果不马上报警的话 水箱会掉下来 砸到虎伯叔叔的 那你怎么不赶紧 那你怎么不赶快报警呢 我现在没电了 动不了了 拜托了 我们可不会再上当了 爷爷 我们还是回去吧 不是的 这次是真的 马斯蒂爷爷 是真的 现在虎伯叔叔的处境非常危险 快救救他吧 爷爷 他肯定又在说谎 这里是救援队 小娟 马斯蒂爷爷 有什么事吗 陆迪告诉我说 乌伯在十六号公路出事了 是吗 刚才陆迪还报假警呢 骗了我们 可是 他这次看来不像是在说谎 小娟 相信我 能不能派救援队过来啊 那 那好吧 我马上派救援队过去看看吧 紧急呼叫 紧急呼叫 胡伯因为陆华 掉到了十六号公路悬崖下 请大家立即赶往师傅现场 是 小心 看来 看来 他就会有点 他就会有点 离开 是 在那边 救命啊 海力 你赶快过去 把水箱固定住 好动 我们一起下去 把湖泊拉上来 好的 湖泊 罗伊 我的轮胎不听使唤了 你先别着急 我们来帮你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数到三 一起啦 一 二 三 准备 抓紧时间 准备 我来了 好 大家继续再加一把劲 好的 你是说刚才你让我救你 是在骗我的吗 嗯 哎呀 那就好 我还以为你真的要出什么事故了呢 真是对不起 本来只是想骗你玩的 没想到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 你看陆迪 经历了这次事 你应该明白了吧 如果一直说谎 以后即使你说了真话 人家也不会再相信咯 没错 如果刚才马斯提爷爷 没有相信你的话 胡伯这一次 或许就不会得救了 是啊 以后我再也不会说谎了 可是爷爷 您怎么知道陆迪刚才不是在说谎呢 这个嘛 活得久了 自然知道的就多了 话说回来 我倒是有个老故事 要想讲给陆迪听一听 什么故事 那我就讲了 在很久以前 有一个非常爱说谎的放羊小男孩 您是在说我吧 您就别再说了 好丢人啊 我可还没讲完呢 我不要听 好丢人 小朋友不可以乱穿马路 超级游侠打折了 看一看吧 看看 这样 过来看一看吧 超级游侠打折了 打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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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命了 有这么过马路的吗 哦 哦 哦 站住 走前面的人行道去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妈妈 我要买超级游侠 求你了 今天不买的话 以后就买不到了 不行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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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星期不是刚买过玩具吗 可那不是超级游侠 你懂不懂 上一次你是怎么说的 只要买了玩具就好好学习 好好照顾妹妹 还说会把玩具都收拾好 你都做了吗 我没说过 哦 那好 超级游侠你就别想了 妈妈是不会给不守 我新养的小孩买玩具的 哦 哎 我说过我这就去做 嘿嘿嘿 哎哟 家里没菜了 喂 西兰花卷心菜 看来今天得出去买点菜了 哦 嘿嘿嘿 哦 快走吧 妈妈快点 凯文你这是干嘛 去买菜 顺便去趟玩具店好不好 啊 这个嘛 妈妈 你最好了 马屁精 呀呼 终于买到了 哈哈 你买什么了 哦 看呐 叭叭 超级游侠 这是哄小孩的 你也喜欢 不懂了吧 大人迷超级游侠的多着呢 这叫老少杰宜 你好 这里是救援中心 是我小军 开谱 你知道吗 超级游侠正在半价促销呢 多合适啊 就因为这个才跟你联系 现在超级游侠玩具店前聚集了很多人 还有很多人乱穿马路 很容易发生事故的 怎么会这样 我过去看看 我跟你去 是现在就去玩具店吗 妈妈 是啊 你答应了什么要记得 一定 还剩最后一个 就还有最后一个了 咱们得快点 妈妈 不行 开文 得走人行横道 什么 人行横道 太远了 你看 那位叔叔不是也没走人行横道吗 那样不对 嘿 我要一个 不行 那个小男孩要横转马路了 不行 那个小男孩要横转马路了 不用开文 又能拔怎么上帐了 Something 都不错了 因为小女孩要你的篆跟乐 但是它们虽然会平衡 这是只好 一定要关键 用我把雅匪抹 是什么 匿乇所以有一点 也会跟着学 很容易出事故 这可马虎不得 过马路的时候 一定要走人行横道 天桥 还有地下安全通道 知道了 可这离人行横道也太远了 宁可多花一些时间 也要走人行横道 安全第一嘛 就算有人在路对面喊你 或者要赶时间 也不能横穿马路 记住 就怕他乱穿马路 可是我没握紧他的手才 待孩子们卖出 一定要握住他的手腕 光牵着手 孩子很容易挣脱 要握住他的手腕 才会安全 谢谢普尔里 谢谢安巴 谢谢你们 孩子 你要买这个是吧 我让给你了 不用了不用了 我现在 有一个新的目标了 比超级游小还好 对 我的新目标就是 跑里 跑里 凯文 我可不能 打折消瘦哦 行 全价买 全价买 小朋友们 一定要记得 走人行横道哟 回头见 即便里 又可怕的火 日常生活中 火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大家一定要小心 接下来 一起来了解一下 火灾发生时 应该如何逃生 再猜到哪里 并不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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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铅笔 乔尼 你要干什么 对不起 兄弟 安静一下 大家注意听讲 怎么办 我最喜欢的铅笔 居然被你弄断了 伙伴们 情况不妙啊 温卷调查显示 布鲁姆斯小镇一半以上的居民 没有接受过火灾预防知识的培训 天哪 居然有这么多家庭 没有灭火器 好多人都不了解火灾发生的原因 也不知道应该如何预防 是不是大家还没有意识到火灾的严重性啊 这可太糟糕了 这样不行 要让大家认识到火的危险和可怕 要给大家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欣迪会喜欢哪个呢 小妮 我们去玩具店看看吗 等一下 比特 我还没有选好呢 要我帮忙吗 您好 你们想买什么呢 是 我想买只铅笔送给同班的女同学 是买这只好呢 还是这只呢 女孩子的话这两只都会喜欢的 请问有大猩猩模样的吗 大猩猩 仓库里面应该会有 真的吗 嗯 我去拿给您 稍等一下 好的 谢谢您 瞧您 这里有超级飞楼啊 哇 真的耶 好酷啊 啊 啊 什么声音啊 顾客朋友们 现在大厦三楼起火了 请大家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 尽快安全撤离 嗯 顾客朋友们 请注意 现在大厦三楼起火了 大家跟我来 往这边走 这边 请大家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 尽快安全撤离 呼啥 啊 啊 敌特 那边好像起火了 啊 哦 哦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起火呢 哦 啊 哈哈 啊 好啊 啊 我快转不上去了 哈哈 �еп 嗯 孩子们 这里很危险 快跟我来 好 嗯 孩子们 你们没事吧 安爸 安爸 嗯 这里很危险 大家先退到安全的地方 海力 控制住上面的祸事 好的 这火蔓延的可真快啊 差点就出大事了 救命啊 快来救救我 那不是刚才那个姐姐吗 救命啊 侯里和安巴 你们继续负责灭火 海力和我负责救人 好的 罗伊 救命啊 抓紧我的手臂 好的 海力 后面的就交给你了 好的 没有受伤吧 多亏你们救了我 谢谢你们 今天要说的主题是既便利又可怕的火 知道了 罗伊 火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便利因素 火可以照亮黑暗为我们提供便利的生活 可以让我们吃上做熟的食物 天冷时还可以用火来取暖 但发生火灾时火却是非常可怕的 火灾不仅会毁掉我们珍稀的物品 甚至还会毁掉我们生活的家园 火灾发生时为了安全正确的逃生 认真接受消防安全培训非常重要 因为危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 明白了 罗伊 昨天你简直太酷了 是啊 帅气的救出那个被棍的姐姐 用水枪刷刷刷的灭火 乔宜 您 给我站住 对不起 学弟 我绝不备上学 哇 这里还真适合放风筝啊 哇 强尼 你是怎么让风筝飞得那么高的呢 我跟你们说 你们放的风筝算什么呀 看好了 看我的超级风鹰可以飞多高 怎么样 很酷吧 哦 彼特 你的风筝好像有问题 不要啊 我的超级飞硬 彼特 你光顾着把它做好看吗 没错彼特 掌握不好平衡 风筝很难飞起来的 彼特 要不要我教你怎么制作风筝 你们几个就等着瞧吧 这个也不行 有没有像石头一样结实 又像弓一样弯曲自如的东西呢 啊哈 我想到了 怎么不见了呢 老婆 你看见我的鱼竿了吗 果然鱼竿是最适合的材料了 这下子大功告成了 我的超级风暴 哈哈哈 伙伴们 出大事了 正从东南沿海登陆的超强台风 可能会影响布鲁姆斯小镇 请大家做好巡查 保障小镇的安全 知道了 小镇 知道了 小镇 哈哈哈 就连天气都这么配合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起飞吧 超级风暴 哇 成功了 我终于成功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啊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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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啊 我的超级风暴 啊 啊 啊 不要啊 啊 不要啊 啊 不要啊 我的超级风暴 刚口巡查过了 接下来去小镇看看吧 哦 那不是风筝吗 谁在这种天气放风筝呢 还差一点 再过了一点 收回来了 危险 比特 没事吧 我没什么事 我们先躲避到安全的地方吧 嗯 比特 刚才差一点就要出大事了 谢谢你救了我 像今天这种大风天气 外出是非常危险的 可能被掉落的广告牌或青岛的大树砸到 还可能会被乱飞的东西砸伤的 所以当发布大风预警时 要尽量避免外出 如果刚好在户外遇到大风 可以就近躲进安全的建筑物里避风 刮大风时 户外的电线杆 路灯和信号灯 可能会漏电 所以千万不要触碰 记住了吗 比特 嗯 以后再刮大风的时候 我不会再随便外出了 好的 比特 哇 今天又是抢你的风筝飞得最高 你有什么秘诀吗 我跟你们说 起飞吧 超级风暴 哇 比特 你的风筝飞得好高呀 看来这次温室掌握好平衡了 我的超级风暴可是天下无敌 台风天都不怕 好厉害呀 回来呀 我的超级风暴 在厨房时要小心 那我出门咯 早点回来 老婆 路上小心哪 拜拜 你们好像巴不得我不在家的样子 妈妈不在家时你们要怎么做呢 按时完成作业 不乱丢玩具 让孩子们按时吃饭 不要随便买点吃的对付他们哦 别担心 我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晚饭想吃什么 尽管跟爸爸说吧 爸爸超级棒 完成了 小军 小军那是什么呀 这叫三步报警器 三步报警器 我头一次听说 那当然了 我才刚发明出来嘛 当小朋友们靠近儿童远离区时 这个报警器就会响起来 儿童远离区 儿童远离区是指 像厨房的燃气灶 客厅的壁炉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 为了孩子们的安全 这些地方周边一米以内 禁止小朋友靠近 原来如此的 这个怎么响了呢 这还用问 因为有小朋友靠近就响了呀 我才不是小朋友呢 并不是只有个头大 就是大人哦 哈哈哈哈 爸爸过来吧 哈哈哈 爸爸好厉害啊 啊 好啦 疤疵 丫头 嘿嘿嘿 啊 好 没门 没门 毕业 爸爸对着 对着 是妈妈 老婆 当然了 都很好啊 毕特 当然是在这支写作业了 露西也在乖乖地整理玩具呢 晚饭啊 不用担心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请记得安装好三部报警器哦 谢谢你 罗姨 我们会的 再见 罗姨 接下来该去比特家了 现在把洋葱切成细丝 爸爸 要这样这样切 爸爸爸爸 我要试一下 不行 岛子太危险了 好了 眼睛啊 谁要尝试撒点盐呢 我来吧 我来撒胡椒粉 肯定很好吃 马上就好了 不会又是妈妈吧 孩子们 稍等一下啊 哥哥 我饿了 你好 我饿了 老婆 有什么事吗 你怎么饿了 你哥 肉饼糊掉了 哥哥 你在干嘛呢 肉饼糊糊掉了 得赶紧翻一下 好烫啊 再翻一下 这个就 好了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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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罗姨 吵死人了 我 当然了 饭都已经做好了 快回来吧 爸 爸 孩子们 孩子们 比特家怎么冒烟了呢 口比特 抓紧爸爸的手 好的 叔叔 孩子们 大家先躲到外面去 好 大家都平安无事 真是太好了 谢谢你 罗姨 多亏了你 我们才没事的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这种危险 请一定要记好安全守则 做菜时 请千万不要开着火 就离开去做别的事情 因为火灾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炉灶附近 请不要摆放下毛巾或纸等 易燃物品 因为这样 很容易造成火是蔓延的 另外请不要让小朋友和宠物 靠近炉灶和滚烫的食物 他们很容易因为不小心而闯祸 而且因为他们不懂得及时躲开 很容易受重伤的 原来如此 你们在干嘛呢 老婆 你说晚饭做好了 我急忙赶了回来 怎么都站在外面呢 老婆 那个晚饭是这样的 我跟孩子们决定 我们出去吃晚饭 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晚饭我们出去吃咯 出去吃 出去吃饭咯 出去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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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可爱 感受 这 把你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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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 快点儿了 我们都晚咯 怎么样 这是我独门秘制的恐龙 不错吧 什么不错呀 跟你长得一样难看 那你准备了什么 有本事拿出来看看 看就快 你这个破恐龙怎么能和我的宝贝比呢 破恐龙 哇 真不错 给我吧 给我吧 不行 这可是我送给珍妮的生日礼物 还是给我吧 珍妮她不会喜欢黑乎乎的大甲虫呢 谁说的 总比你的怪乎大恐龙强吧 你说什么 就是 那我们去问问珍妮 看她到底喜欢哪个 好啊 那我先走一步了 你 给我站住 站住 站住 让开小鬼们 胡伯爷爷来了 都给我让开 好啊 我是宋货郎 宋货忙不停 静光 静光 不要挡道 我这还忙着呢 你忙过过什么事啊 什么 你快一点 别挡道 好 加油走路 早干嘛去啦 差点撞上 太悬啦 胡伯 您的车越过停止线啦 Poly 要是正好有小朋友过马路 那多危险啊 对不起Poly 刚才我有点急 特别是快到人行横道时 一定要减速哦 这回我记住啦 绿灯啦 先走了Poly 胡伯 胡伯真让人不放心 别挡道 你推我啦 过了马路就是珍妮的家啦 干嘛 怎么突然停下来了 过分 没看你有红灯啦 什么 你是怕输给我找借口吧 你说什么 明明我在你前面 我刚才都已经追上你了 还不服 胡说 那好 我们再比一次 怎么样 走吧 这次我一定能赢你 那个波斯提总挡着我 害得我都耽误到这时间 波斯提 这次我非超过你不可 这回可真要出事啦 预备 起 好 来 啊 啊 波里 胡伯 您怎么又没有减速呢 嗯 你们两个没事吧 凯文 多骑 就算是人行道 突然这么跑过来 也是很危险的 可是 我们看到的是绿灯了才过去的呀 真的是绿灯 绿灯一亮 就马上过人行道 这也是很危险的行为 因为有些车车速太快 根本停不下来 或者是没有看到红灯 那又怎么过人行横道 才是安全的呢 总不能长翅膀飞过去吧 别担心 只要记住这三点 养成习惯 就可以安全地通过人行横道了 哪三点呢 第一 过马路时 不管是红灯还是绿灯 都要先在路边停一下 四下张望一下 因为会有一些车 不遵守红灯停车的交通规则 第二 通过前 要看清楚 是否所有的车都停了下来 要和司机有目光接触 确保你通过时 不会有车启动 第三 通过马路时 眼不离车 一定要确保你看见了车 司机也看见了你 这回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你们要记住 过马路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安全 而不是速度 都知道了吗 知道了 Polly 生日快乐 珍妮 谢谢 珍妮 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礼物 你喜欢哪个 恐龙更好 恐龙还是大甲虫好 选甲虫 选甲虫 这都是什么呀 你喜欢哪个 珍妮 两个都讨厌 糖果 卡住喉咙了 你好 威勒先生 你好 特瑞奇 哦 是汤米啊 你来得正好 快尝尝尝这些山梅吧 是特瑞奇刚送来的 可新鲜了 威勒先生 作 作喘过气了 还好有惊无险啊 嗯嗯 露西 看好了 很厉害吧 我也要试试看 要像我这样 我也可以做到的 你看 哥哥 你怎么能全都吃光呢 露西 给我吃一块小核蜜 刚才是我的不对 你就给我一块嘛 不该 我才不给你吃呢 就给我吃一块嘛 求求你了 你只能吃一块哦 谢谢你了 哥哥 你把小核蜜还给我 转过去了 露西 要不这个给你吃吧 我才不要吃呢 宝贝们 来吃披萨吧 好 好 哥哥 拿我两块一起吃的 太过分了 那你也一次吃两块 不就好了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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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块披萨是我的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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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讨厌哥哥 嗯 嗯 露西 怎么了 哥哥他把我的披萨全都给强弄吃掉了 嗯 嗯 比特 嗯 嗯 嗯 其实是这样的 露西 好吃吗 哈哈 好吃 妈妈我也很想吃冰激凌啊 不给吃 谁叫你总是跟露西抢吃的 去 免费送糖果了哦 哦 新店开业免费送糖果了哦 嗯 真好吃 请给我一颗啊 我也有 好的好的 给你 啊 哇 有糖果吃 有糖果吃 真是没准 给 开心的吃吧 谢谢您了 哈哈哈哈 也请给我一颗糖吧 我也要 哦 怎么办 我这里只剩下最后一颗糖了 最后一颗 嘿嘿嘿 嘿嘿嘿 这个糖是我的了 哥哥 哥 比特 露西 哦 你站住哥哥 你出什么事了 哎 哎 哥哥 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了 对不起露西 这次也被我吃掉了 嘿嘿 好 哦 啊 啊 啊 抓到你了 哦 啊 啊 哥哥 比特 比特 怎么了 比特 可能是被糖果卡住喉咙了 糟糕 忍耐一下 比特 啊 没事吧 没事了 啊 谢谢您了 嗯 还好没什么大碍 比特 谢谢您吧 还好当时我就在你们附近 不然可就要出大事了 以后我一定会小心的 比特 食物卡住喉咙是非常危险的 一旦呼吸受阻 就会出大事的 吃东西的时候 不要趴着吃或者躺着吃 要采取正确的姿势 好好地坐着吃 不要一边吃东西 一边到处走动 嘴里有食物的时候不要说话 因为一旦食物卡住喉咙是很危险的 万一食物卡住喉咙 导致无法呼吸时 一定要尽快告知周围的人 并寻求帮助 照我说的做就能避免发生事故 知道了吗 嗯 一定照你说的做 我也是 好吃的糖果 糖果 露西 给我吃一颗糖吧 行不行 诶 安爸不是收货吗 不能边走边吃东西的 这么快就忘了吗 那回到家你会给我吗 我才不给你呢 露西 你就给我吃一颗糖吧 就给我一颗嘛 唉 我要的东西小泽还没做好 孩子们马上就要出来了 开玩火多气出来了 你好 司库米 等半天了吧 没有 没有 孩子们 不要在车里打勾 快做好 不要闹了 哇 完工了 终于做好了 又弄什么新玩意儿了 小军 是司库米让我做的上下车保护器 你看 上下车保护器 就是孩子们上下车的时候 起保护作用的装置 对了 现在几点了 得快点把它交给司库米了 让我来交给他吧 正好 我要去巡逻 有劳了 帕莉 司库米一定会爱死他的 有这么好 那还用说 哇 好凉快啊 载开快一点 司库米 快回去 孩子们不能把头伸出窗外 这样太危险了 哇 你们怎么回事啊 这 这你 在车里也不能安静一会儿吗 这样是会受伤的 知道吗 已经受伤了 我也是 孩子们 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好不好 我没办法专心开车 对不起 司库米 这个是什么 别动 这是神圣的抬拳道腰带 抬拳道 没错 系好腰带后 抬拳道 不敢打我 孩子们别闹了 司库米 我们到了 差点过了 司库米 凯文多齐 凯文多齐没事吧 请让一下好吗 是红带呀 这站是跆拳道馆 凯文你也要下车了 对了 我也是 喂 等等我 都下车了是吗 那我准备要出发了 明天见 司库米 哎哟 等一下 哦 怎么了凯文 啊 是司库米 对不起 不知道夹着了你的腰带 你没受伤吧 哦 没事 别走 等我一下 当心啊凯文 啊 啊 凯文 过马路的时候 怎么能突然间冲过去呢 多危险呢 要注意了 对不起 我没有看见已经有车开过来了 你呀你 安全准则你都忘了 唉 孩子们 我们再来复习一遍吧 好 下车时 要先看看有没有自行车或是摩托车史来 一定要两边都看再下车 下车后 别从刚下的汽车前面过马路 因为汽车挡住了其他车的视线 愤入一出事 还有 上下车的时候要留意自己的服饰 衣服下摆太长 背包带过长 还有像凯文一样腰带过长的话 不小心被车门夹到会很危险 另外等车的时候不要站在车道上 一定要站在人行道上 在车里打闹或者是把头伸出窗外 都很危险 一定要在座位上坐好并且系好安全带 啊 斯库比 对不起 我保证再也不在车里打闹了 真是好孩子 我也应该更注意安全问题的 对了 斯库比 这是给你的礼物 我的礼物 啊 啊 给我按翅膀干嘛 我是公车不是飞机 好 好 好 我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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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